这个主题我们来介绍如何平衡化学方程式 由原子说我们可以知道化学反应的前后并不会产生新的原子 只是反应物中原子它重新排列组合 因此反应物跟生成物两者间原子的种类还有数目必须要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原理来对化学方程式加以平衡 在高一阶段平衡化学式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观察法一种是怠速法 观察法在国中就学过了 然后怠速法的话老师教你们是改良式的怠速法 这种平衡的方式所有高中的化学方程式都可以简单的平衡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 酮跟硝酸产生硝酸酮一氧化氮 所以这是锡硝酸还有水 改良式的怠速法是这样子 我们假设这个酮这个系数是A 所以有A个酮原子那这边就写A 再来我们看氮 这边有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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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式的怠速法我们只找出方程式两边只出现一次的原子 所以这边有氤这边有氤只各出现一次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假设 这边如果假设是B 所以氤有2B 那这边就写2B 或者你会这样假设 你说这个氤如果是B的话 那这边就会变成2分之B 写2分之B比较难看 所以我们这边假设是B 这边就是2B 好我们没有平衡的是氮 我把氮标出来好了 这个氮我们没有做 因为它左右两边不只出现一次 再来我们看氧 这边一次 这边有 这边有 所以氮也不只出现一次 那这个系数我们就假设是C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平衡的是氮原子 还有氧原子 好我们看氮 2B乘以1 所以这边氮有2B一个 等于这边 好小心哦 这边有框框乘以2 所以这个氮有2了 再乘上A 所以是2A 再加上C乘以1 C 再来看氧 这边3 2B乘以3 6B 等于这边32得6 6乘以A 6A 再加上1乘以C 再加上B乘以1 好 这是B 这里我们再整理一下 把B过去 所以是5B 等于6A加C 这第一次 这第二次 我们再把第二次 减掉第一次 5B 5B减2B 所以是3B 等于6A减2A 4A C减C 就没有了 好 所以出来了 那我们就假设A 就是3 B 就是4 那我们可以算C了 好用这个来算 如果A是3的话 32得6 B是4的话 42得8 8减6 所以C 就是2 好 把它填去 A是3 B是4 42得8 A是3 C是2 B是4 38 324 非常简单 就把它平衡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平衡离子化物的方程式 带电的时候 多一个动作 我们要做电荷的平衡 其它是一样的动作 先找出两边各自出现一次的 绿 绿可以 这边假设是A 这边就是A 阳 阳出现太多次了 所以不行做 在我们看氢 可以 这边假设B 氢有2B 那这边就2B 蒙 好可以 这边是C 那这边就是C 好我们先平衡 阳原子 3A 再加上2B 再加上2C 等于4乘以C 4C 再加上B 好 这是养原子 这来我们做电荷的平衡 负1乘上A 所以是负A 再加上负1乘上2B 负2B 这边不带电 所以不写了 等于负1乘上A 负A 再加上负2乘上C 负2C 这边不带电 所以不需要写 这里我们整理一下 3A 再加上B 移到左边 2B-B 再加B 等于2C 移到右边 2C 好 这来我们看这个电荷平衡 负A负A 所以消掉了 所以这边可以知道 负2B 等于负2C 再消掉 所以B 其实就等于C 那我们就假设都是1 1 这里是2 所以A出来了 2-1 是1嘛 对不对 所以A就是三分之一 好 这里写三分之一 2B 2B是2 C是1 A是三分之一 C是1 B也是1 再来全部乘以3 所以就变成 1 6 3 1 3 3 3 写在这里有 1 6 3 1 3 3 3 好 再来我们看这一体 先找出两边各出现一次的 好 是蒙 所以这里是A 这里是A 再来氧 出现太多次了 再来氢 可以 这里是B 2B 这边就写2B 再来是碳 这边有两个碳 C 而2C 这边就是2C 好 所以没有平衡也是氧原值 4A 这边就是3C 5C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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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1C 2C 1C